天时是自然的演变,是不易与变异的结合,看似一样的四季演变会因甘之组合不同,会有不同的变化。 在2024年8月7日的8点9分迎来丽秋节气,从这天起进入人参之月,天干人水透干,地支身金当全,代表肃杀秋天的到来,身金暗藏庚金,暗刻木气,风从熄来,燥热与肃杀不断演变。 那么,金秋人参月,哪些生效会走向好运呢?我们梳理一下。 首先,紫薯极力,金水一气,力事业发展。 紫薯气质优雅,聪明伶俐,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位居砍弓,五行为水,低调深沉。 之所以把紫薯放在首位,因为与年月地支形成三合,年月甘之都对紫薯起到良好的作用。 从龙年的甘之甲成看,天干时商透干,利于展现才华,地支子陈相合,利于合作共进,攻坚克难,工作推进。 随着历秋的到来,进入人申月,笔节透干,利于朋友支持,市场拓展,融洽沟通,获取支持。 月令甘金,与紫薯相合,且与年支构成三合,是以团队建设,拜会疏通,求取利益,学习规划等。 第二,四舌吉祥,财官两望,利于工作推进。 四舌机敏灵活,我行我素,才智过人,充满热情,位居迅功,灵活多变,五行为火,蜿蜒向上。 甲晨龙年,印星透干,木火一气,利于事业发展,工作进步,思想梳理。 陈寺同工,利于朋友交往,市长提携,贵人相助。 随着历秋到来,进入人申月,甘之金水一气,观星透干,利于获取财富,市场开拓,工作推进。 地支四身相合,财星友情,利于积累财富,内部协作,贵人相助,适合拜会参访,组织合作,约会交流,求财交易,制度创新等。 第三,陈龙吉利,财星透干,利团队协作。 陈龙神圣尊与,体魄强健,不畏困难,善于思考,位居迅功,五行为土,厚重包容,目标远大。 甲陈龙年,观星透干,地支沉沉自行,虽说内藏矛盾,竞争激烈,但内气饱满,利于外出发展,市场开拓,事业发展,获取财富,工作推进。 历秋后的人参乐,财星透出,利于市场拓展,投资获利,展现才华,地支深沉相合,利于化解矛盾,市长提携,对内部合作,团队建设,投资获利,有积极的作用,是以技术攻坚,投资获利,败汇疏通,组织合作等。 此外,有积极力,极星飞林,利市长提携。 有积生善于言辞,积敏过人,观察力强,位居对弓,五行为今,反应敏锐,威武内敛,善于表达。 甲晨龙年,甲木财星透干,利于获取财富,地支陈友相合,印星生著,对长远发展,计划推进,思想疏离有积极作用。 7日立秋后,进入人参乐,时商有情,利于展现才华,开阔视野,开展工作,阅令帮身,笔节相助,事宜拜会走访,项目考察,团结互助,交易洽谈,学习计划等。 从飞星看,利秋后八白飞林中宫,一白吉星,飞林有机所在的正西,金水一气,利于师长提携,事业进步,工作推进。 12生效利秋开运指南 1生效署 财运,财源广进,可能通过合作伙伴,获得新的商业机会或投资信息。 1事业,在贵人的助力下,能够轻松应对工作中的挑战,赢得同事和上级的认可。 2健康,整体健康状况良好,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适当参加户外活动。 2生效牛 财运,正财丰厚,能够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实现财富增长。 3爱情 天喜桃花到来,单身者有望遇到心仪对象,有伴侣者感情更加甜蜜。 3事业 事业稳健发展,专业技能得到充分发挥,有机会在团队中脱颖而出。 3生效虎 特别提示,谨言慎行,保持充足睡眠,避免冲动行事。 财运,虽有挑战,但也有机遇,需保持冷静理性,在变动中寻求新的裁员。 事业,工作环境可能变得紧张,需保持积极态度,调整工作策略。 4生效兔 财运,收入稳步上升,经商者亦遇贵人相助。 爱情,属兔女爱情甜蜜,属兔男整体平稳。 事业,事业顺利,能遇到提携,指导你的前辈或同事,有助于职业突破。 5生效龙 整体,步入三合贵人之大级运,社交场合如鱼得水。 财运,财源广进,正财偏财均有收获。 事业,在贵人的帮助下,工作顺利,团队中口碑良好。 6生效舌 财运,常遇贵人相助,指引财富到路。 爱情,单身者有机会遇到志趣相投的伴侣,有伴侣者感情稳定。 事业,充满机遇,上班族和经商者均能迎来事业新高峰。 7生效马 财运,生效人在这个月有不错的事业与财运,正财上面透正观,可能有升职加薪的可能。 爱情,不管男女,此月属马的你可能都会遇到良缘,结婚的人家庭关系也比较和谐稳定。 事业,这个月属马的你会得到老板或者领导认可,让你事业方面得心应收,属马人抓住机遇,拓展人脉。 8生效养 财运,财富表现不错,有意外收入。 爱情,红蓝桃花盛开,感情生活美满。 事业,职场稳健发展,才华和努力受领导赏识。 9生效侯 月初,是以拜访师长,学习充电。 历秋后,利语展现才华,交流沟通,是以考察参访,交友互助。 10生效机 月初,释放压力,取得收获。 历秋后,利语展现才华,开阔视野,是以拜会走访,项目考察。 11生效狗 月初,竞争加剧,不宜参与合作,联谊聚会。 历秋后,保持平稳,进退有据,是以慰问走访,是以解惑。 12生效珠 特别提示,谨言慎行,静待时机,克服浮躁。 月初,立于计划实施与推进。 历秋后,天干彼节,竞争加大,需保持积极心态。 传统民俗历秋开运方法指南。 1.祭祀与感恩 祭祀祖先,历秋是传统的祭祖日,许多地方会举行祭祀祖先的仪式,整理祖先墓地,焚香祭拜,表达对祖先的敬意和祝福。 这不仅有助于家族的团结和传承,也寓意着祈求祖先保佑,带来好运和丰收。 2.饮食与健康 1.吃历秋高,用糯米、红枣、莲子等食材制作的传统糕点,形状圆润,象征团圆和丰收。 吃历秋高,寓意着祈求来年食物丰收,家庭幸福。 2.贴秋标 历秋后,人们会通过食用炖肉、肘子等肉食来贴秋标,以补偿福天食欲不振导致的体重下降。 但需注意适量食用,以免引发健康问题。 3.滋阴润造 历秋时节,天气逐渐干燥,饮食应以滋阴润造为主。 多吃蜂蜜、核桃、芝麻、鸭梨等食物,有助于保持身体健康。 3.活动与娱乐 1.放秋令 在江南地区,人们会放风筝、放灯笼、放孔明灯等。 4.以祈求风调雨顺,收成丰收。 这些活动不仅增添了节日气氛,也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登高望远 历秋时节气温适宜,是出游的好时机。 登高望远不仅锻炼了身体,也让人们心旷神怡,对新的季节充满期待。 4.风水与开运 1.祭拜许愿,选择不冲自己属相的那一天去寺庙烧香许愿,可以祈求来年平安顺遂,好运连连。 注意许愿时,要心成则灵。 2.望运桃花 未婚者可以外出去居住地的西方旅游,以望桃花运,也可在卧室西北方放一杯加糖的水,催望命中桃花。 已婚或恋爱中的男女可以在枕头底下放一个童心结或相关吉祥物,以促进感情和谐。 3.红纸书写 用红纸书写今日立秋,摆并皆修字样贴于墙上,入户门一侧的墙上即可,以起到预防疾病之目的。 4.避开方位 立秋时节有搬家和装修房子或冻土的朋友,应避开正东方或根据不同年份的风水变化调整。 如果家中大门朝正东方,可以挂一个大中国节来化解。 5.其他注意事项 1.保持心情平静 立秋时节阳气渐衰,阴气渐涨,人们应适当锻炼身体,保持心情平静,避免情绪波动和抑郁情绪对运势的影响。 2.遵循地方习,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立秋的习俗可能有所不同。 2.应尊重并遵循当地习俗和禁忌,以更好地融入当地文化和生活。 3.综上所述,立秋传统民俗开运方法涉及祭祀、饮食、活动、风水等多个方面。 3.通过参与这些活动并遵循相关习俗和禁忌,人们可以祈求好运,保持健康并享受节日的欢乐氛围。 3.历秋后,十二生肖的运势各有千秋,但整体而言,多数生肖将迎来较为吉利的时期。 4.在此期间,建议各生肖保持积极的心态,抓住机遇,勇于挑战自我,同时也要注意身体健康和人际关系的维护。 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贵人的相助,相信每个人都能在新的季节里收获满满。